人手艺机的时代,手机除了通话也能够透过镜头玩出教育 花莲市北宾国小将教育出108年配发的手机 在111学年度开办手机摄影社团 安排周三下午指导孩子思索如何运用自己的摄影技巧进行手机拍照 而目前在远东百货花莲店举行摄影成果展 让孩子学习以不同的角度来看世界的美好 提供孩子们发展潜能的机会以及舞台 只有一次机会就将行人走过的瞬间透过镜头捕捉 日前花莲市北宾国小在远东百货花莲店举办 北宾国小潜能社团手机摄影展 将花莲政府教育处108年配发的手机 在111学年度开办手机摄影社 利用周三下午社团时间在指导老师协助下 将手机不只是通话打游戏 还能透过镜头激发孩子对世界不同观察的角度和想法 我只有拍一次 因为这只有一次的机会 我觉得这四个人走路很刚好 然后脚都是开的 那他们走路也很自然 我就觉得这样趋劲很好看 所以就把它拍下来 我会仔细地观察 然后用老师教的构图方式来构图 开始的时候 我是拿个手机里乱拍 那当然是孩子只要的过程 那你要引导他们 给他们构图的观念 给他们摄影的一些角度 跟一点怎么去看所有的 所有一些 不管人或是风景 他们怎么去表达他们所看到的 这个一年之后 我发觉他们进步了很多 刚开始第一堂课 跟一年后的课程是不一样的 那程度我就知道了 所以了解他们那个事 我希望家长不要把手机拿来玩游戏 拿给孩子去照相 我讲这个是很棒的 很多孩子要总的拿去玩游戏 你把手机拿来照相 所以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 北冰国小表示 因为校舍整间工程 致使学生活动场地有限 使原来体育社团无法继续 在家长会协助下 开办手机摄影社团 面对学区人口老化 学生人数类减 甚至才病校危机 北冰国小凝聚共识 推动乌克利利海洋教育等课程 改变学生结构 在亲师生共同努力下 发展成一个艺术小学程 此番透过各种课后潜能社团 除了安亲 也持续提供孩子发展潜力的机会和舞台 记得长包业好联系报导